現在是下午4點 我真的要趕快睡了 因為等一下晚上11點要起床 然後去上大夜班 要睡囉 晚安 這是我的櫃子 要先拿衣服 好了 我現在換好衣服了 放個頭髮 超狼狽的 我上班我的頭髮就是 隨便亂綁 隨便呢 綁著而已 因為兩個人要戴帽子 就沒差了 然後 瀏海也是 就隨他去 就這樣 好 好了 這邊就是我的晚餐 先上班咯 加了 趁來 浸泡 就這樣 開了 你會不成功 包裝 這次我們整個的壓力 這點 要先拿來 就這樣 要先拿來 要先拿 把 今天我喝多喝多喝多喝 現在是凌晨1點56分 我護理機 乳馬頭塞那些都打完了 然後我要先吃 先吃一點東西 剩下 等一下再 剩下的 就等一下再出來 完成 吃宵夜時間 今天是肉燥飯加白菜 平常就是可能是家裡我媽媽會煮杯 或者是外甘來外面吃飯 超讚 我都起床了 就喝水 然後就直接來吃飯 大概2點左右 今天3、2點 再進來吃飯 然後下班吃早餐 然後睡覺就上班 現在是早上8點50分 然後大夜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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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現在就是大夜下班 就是直接去孔蓮當車 找小五號 下班 下班了 下班了 超冷的 整個冬天的感覺 我算超厚的 我算超厚的 要走去騎摩坡車 然後我上大夜的時候就是 就是 都這麼的普速 狼狽 還有一個公司 那是 要走 他先到掃到 他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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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對 我對 那是 他要走 你從我到達到 他要走 你去看 他要走 壁人 還不要有一堆 野物 等等要搓水 很累的一天 現在3點半 数難堆 4點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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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都是这间医院的 所以我就要整理一下把它丢掉 因为这些东西应该去 之后就算去哪里应该也忘了到 然后这里有那么多了 这边 这边 那张写的急救车的药 就是有哪些药然后作用是什么 好认真哦 这是我一开始当新任时候的笔记耶 可以溜着 可以溜着 这些都不用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那个 寄宿考的内容 然后一些之前上课的讲运 这些也全不用 现在要来收东西 超乱的柜子 先放着好了 还要再上班 超多 超多白色之 闯到 这带不回去 我先带一些小东西 我先带一些小东西 超多别 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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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下一个位置的人 可以活得开心 快乐 顺遂 拜拜 这里所有的一切 之处 拜拜 好 好 好了 什么 好的 太vor 跟小新 私交私交 跟蔡富雅 來他之前工作的地方辦梨子 來市政府前要先去護士公會辦理 會費 因為有跨年度所以又有在交會費 不過如果你今年去外縣市工作的話 就是他有那個獎被證明 所以你就是拿那張證明之後 去外縣市工作就不用再付一次會費 然後護士公會來完之後就來市政府 現在來到市政府 然後就是辦理職的最後一步 要去職業登記取消 現在所有所有的理職程序全部都辦完了 有這種證實感 就是真的沒有工作了天啊 好反正我要說的是就是 其實就是你護理剛畢業的時候會有很多學長 可能會聽到很多學長姐都會說 先去醫學中心啊 然後什麼先去什麼一些特殊單位啊 譬如說什麼交付病房啊 急診啊什麼什麼的 去磨練之類的 的這種話 然後我是覺得就是以我就是剛剛畢業 然後踏進醫學中心 然後就選交付病房 因為我就是衝著這句話 所以我就先去醫學中心的交付病房 然後其實這不是我最有興趣的地方 所以我是想要跟大家說就是 去醫學中心先磨練是沒有錯的 是確實是需要先去比較大的醫院去磨練 你會學到的比較多 然後遇到的可能一些狀況也會比較多啦 就是會見識可能比較廣一點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選你最有興趣的單位 因為護理已經很累很累了 然後如果你又在一個是你不喜歡的單位 你沒有興趣的單位 那你一定就是不開心的比例一定優惠在更多 然後每天上班壓力都這麼大了 就是如果能在喜歡的單位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對所以建議還是選自己喜歡的單位 然後也可以比較待的比較久